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由小剧给您带来的长篇事情小说 金平梅 这里有雅有俗 有您知道的亦有您不知的 人间百态 难关 爱 如您未满十八周岁 请自觉的 欢迎各位听友的收听 金平梅 爱了 各位听友大家好 我们继续书节前文 那上回书我们说到呢 在这永福寺之中 吴月娘等众人和这春梅就相见了 彼此呢 也是到了阔别之情 过后分手还家 话说这吴大舅呢 是领着这吴月娘等一众男女都离开了这永福寺 就顺着这大树长堤前来 戴安那边呢 咱说了早早的都已经安排下了嘛 到那杏花酒楼的下边 挑一这地势比较高的地儿啊 这人烟也比较热闹 是木天席地就设下这酒窑 咱说这帮人在这已经等了半天了 说就没成想你们能跑到那寺庙里去待一会儿这事嘛 这远远的就在那等候多时 哎呦 望着这吴月娘等众人呢 也是轿子驴子啊 这一同前来 上去就问呢 说这怎么这一攒才来呀 你看这头菜都快凉了 这月娘呢 那于是就把这永福寺当中遇到春梅这一节啊 和众人说了 那咱说这也没多大一会儿嘛 这边呢 就真上这酒石来 众人也都坐下 正在这饮酒的时候呢 只见下面也是各种各样的香车 秀骨啊 是往来不断 那些规格之人呢 也都那一起出门来踏春来了 人烟呢 也是比较的悬杂 吴月娘众人呢 因为是在这高处地界 哎呀 这拔眼望下观看 那只见下面呢 是人山人海啊 围的啊 这是各种人啊 就是特别多 都是这出来啊 这踏青油玩之人 那说今天这个咱们到这公园当中 你一踏春的时候 比如说露营啊 搭个帐篷啊 满哪儿也都是 各位就可以想象那景啊 那原来呢 咱得说一下 在这个本县 这支县相公的儿子呢 咱说是这李衙内 名字啊 换作叫李拱碧 年纪呢 也就是三十来岁啊 也粗浅的啊 学过这个一些书啊 这问过一些书 但是咱说这人呢 你作为一个衙内嘛 天天作为家里有钱有事 所以说整天一生 也是比较风流薄浪的 这么一个主 也是平时懒带去学习书啊 诗书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专号啥呢 专号就喜欢玩个鹰犬啊 跑个马呀 踢个球啊 玩个蹴局啊 就等等这些啊 经常没事呢 就走大街 窜小巷的来回溜达 因为这玩意儿耀武扬威的 也牛嘛 人送外号 称他叫啥 管他叫李棍子 那咱说那一天呢 也是穿着那一身啊 这青螺软滑的衣裳 头戴着金鼎禅宗的小帽 脚踏这乾黄靴 同这郎历 何不为 是带领着二三十个贤汉 没啥事 拿着弹弓啊 吹筒啊 以及这球棒 就在这杏花村大酒楼的下边 也是看着他家里边那武教师啊 叫李贵 看着这李贵在那干嘛呢 在那没事走个马呀 就跑个马 表演个武术 然后呢 各种各样的武枪弄棒啊 各种各样的杂耍环节 这玩意儿 你在那儿演 别人就围上来看嘛 所以说 演的周围呢 也是众多男女 全是围上来观桥 那咱说这李贵呢 魂名 魂名叫做山东叶陈 头戴着万字巾 身穿是紫窄衫 萧金裹度 是坐下银宗马 手执着朱虹杆鸣枪 背叉是招风令子齐 在这街心呢 也是班安上马 好不威风 那你想啊 这么多 小姑娘是吧 老爷们都看着 我载着马上威风 这个心中也自是很敞亮嘛 所以说往来呢 也是卖弄各种各样的手段 那呀 各种各样的这个武艺 就全都载着马上 是彰显一番 那咱说这李牙内呢 正在这看热闹的时候 也看着说 你看这我家武师 啊对吧 这多有面啊 这小姑娘们都来看看我 她是我家的是吧 我才是竹子 突然呆着没事啊 就跟那一抬头 哎一下就看着 有这么一座妇人啊 是在这高步之处 那在那饮酒 这其中啊 有这么一个妇人长得 哎呦 这长挑身材 这个好 这这小身段啊 这个可能远见 瞅着跟林志玲似的 是吧 不觉得啊 这也是春心荡漾 咋看都看不够 那一双眼睛 就直勾勾的 往那上面瞄着 这心里边也说呀 说哎呦 这谁家妇女啊 咱说 这也不知道 嫁没嫁了人啊 有没有男人 这一面呢 就把这手下一个答应 叫小张贤 哎呦 给他喊了过来 悄悄也是吩咐 说你啊 上那高坡上 你去打听打听 那三个穿白的妇人 是谁家的啊 访的事实 回来告诉于我 那小张贤 这边也是领命嘛 这衙内吩咐 连忙是飞跑着就上去了 过没多大一会呢 那这打听还打听不出来吗 那西门庆家 那是何等门户啊 所以说过没多大一会啊 这个也就反了回来 走到这衙内耳旁呢 是低声浮语回报 说啥呀 说如此这般 这些人啊 是这县门前西门庆的家小 一个年老的呢 姓吴 是他家的那个大镜子 一个吴短身材的呢 是他家的这个大娘子吴月娘 那个长挑身材啊 有那白麻的脸的 是谁呢 是第三个娘子 姓孟 名呢 叫做玉楼 如今啊 都是这守寡在家 全是小寡妇 当然吴大进的不是啊 那俩是 是吧 全是寡妇 这李牙那一听了 是行啊 这寡妇 这这咋整 这这玩意 缺缺男人吗 这我有机会啊 于是这李牙那一听了之后啊 就相中了这所谓 长挑身材的啊 这个女人 谁呢 就是这孟玉楼啊 单独就看上她了 也是中赏了 这小张贤 这些呢 咱不再话下 那咱得说啊 这西门庆活着的时候 你看他 整天啊 要么惦记这个老婆 惦记那个老婆 现在你这大官人没了嘛 这转过头来 别人也都开始惦记你老婆了 这也算是 作者想要表达的一种 所谓佛家的观点 什么观点呢 就是所谓那因果循环的思想吧 对吧 但其实这事呢 我觉得和循不循环关系也不大 顶多是你活着的时候 你说就没人惦记吗 也有人惦记啊 顶天是没人敢惦记而已啊 这吴月娘啊 和这个吴大舅等众人呢 也在上面是观看了半日 是吧 这个一见 这日色也是傍晚了 这边呢 就连忙命着戴安 也是收拾了这石河 上教的上教 骑驴的骑驴 是一同返回家中 有诗一首啊 也是在这描述此番景象 说 留底花音 鸭路沉 一回有赏 一回心 有缘千里来相会 是无缘对面 不相亲 这里边呢 就吴月娘众人 回家咱不提 却说那一天 这孙雪娥和西门大姐在家 你想你们都上那坟头去吃好的喝好的踏春去了 这娘俩在家待着没事啊 这到门口估计也是嗑瓜子 这游来游往呢 也看着门外的这过客行人 所以说午后十分的没啥事 就跑到这大门首旁 还去在那站着去了 咱说这事啊 合着也该是巧了 不想呢 就有这么一摇金龟的过来 这金龟是啥呀 这小剧其实以前说过啊 就是一种装着那灵灯的那小 就点像今天咱说的波浪鼓嘛 对吧 帮上帮上的 这主要是为了吸引这女性的 这个人士 规格人士 金龟嘛 这不是金老这规格中的人士 让你出来看看 我这卖好东西给你啊 那时呢 咱也得说 那年代就是卖什么纸粉啊 花翠啊 各种各样的生活 那这妇人的小用品啊 魔镜子啊 都是出来摇金龟啊 这在前文书魔镜那环节 咱已经说过了 这西门大姐这边就说呀 说我这镜子也着实是有点发昏发暗了 这过去那铜镜嘛 咱都得磨 你不像今天那水银的镜子 你在家放 顶多后边水银脱落了 那时候镜子不行 你这得动不动啊 得这个琴服饰啊 琴打磨才能越来越亮 这头呢 就派着平安儿 说你啊 去 把那人给我叫过来啊 让他过来给我磨磨镜子 那那人这边一听大门大户 有人喊嘛 哎 还挺熟的 过来呢 连忙是放下袋 就说道 说我呀 我不会磨镜子 我呢 只会卖一些金银生活用品 手是花翠之类 于是呢 站到门前 只顾是打眼上下的 瞅着这孙雪娥 这孙雪娥 跟他就说 那汉子啊 你不会磨镜就不会磨镜子 你就走就完了 你瞪你的眼睛 你瞅我干什么玩意 你什么居心啊 这孙雪娥这时候还是一个 是吧 比较遵守副导制啊 那人说啥 说雪姑娘 大姑娘 你们不认得我了 这大姐说 哎 眼熟哎 这怎么 这这这突然脑子猛住了 哎 你你谁 这这我想不起来 那人说 说我是咱家里原来的人啊 是从爹那手里走出来的 来望儿啊 这雪娥便说 我去 是你啊 你这几年 在哪儿来着 你怎么都胖成这样了 我都不认识你了 这来望儿说 说我呀 自打离了爹的这家门 就到了原籍的徐州 家里边呢 闲着也没什么营生嘛 就投赶了一家新的这个老爹啊 新的这官人 是吧 也是进京城去做经官的 但是咱说这事就巧了 这半道上不曾想 他家老爷子没了 死了 这个我跟那老爹呢 回去给他爹丁幽去了 这个以前我们讲过嘛 丁幽的制度啊 我们就不再说了 但其实 古代丁幽咱咋说呢 这玩意儿 就算你不是一孝子贤孙 它是一种属于 逼你做孝子的一种 硬性的制度 就是哪怕你当官吧 你死了爹娘 死了父母 你也得必须回家去给人 盯幽守孝去 对吧 盯幽守孝三年嘛 等回来呢 你有官位 你继续做官 没有官位 你就等着空缺 所以说这是国家一种强制的 孝顺父母的制度啊 就像现在啊 好多人也都说了 说这孝顺父母要立法 各种各样的啊 这明文规定等等 其实你根据古代的学嘛 这是各种各样的东西 你不伺候好你爹娘 你什么仕途啊 你什么官话 全白扯你回家养三年再说 你真把这种制度啊 要拿到今天 估计呢 也能好使啊 那说这边呢 讲 那这这 我跟那老爷嘛 这又去盯幽去了 我这没办法嘛 就投到了这城内一家 这雇银铺 在那呢 也是学会了各种各样的 这啊 这银器打造啊 各种各制作小工艺品的 这个这个手艺啊 所以说呢 也算是学了一门手艺来啊 这两天呢 咱说这店里边 这个买卖也不太好啊 这雇银铺的这掌柜呢 就叫我这挑副袋 是吧 这除了呢 也是到大街上 咱这个卖些小零碎啊 也是能把这生意拉拢拉拢 这看见娘们们在门手啊 我都不敢来相认 也恐玷污了咱家的门楣 今日要不是您老人家喊我 我还不敢过来呢 这雪鹅听了是 是她啊 这心里呢 咱说 那激动的不得了 这为啥呀 孙雪鹅和这莱旺儿 原来俩人就有一腿嘛 对吧 他俩之间的关系 莱旺儿为啥被撵走啊 和这孙雪鹅 其实还是有关系的嘛 对吧 那他俩偷情嘛 搞男女的事啊 所以说这看 哎呀 原来是你啊 就叫我只顾认了这么半天 我竟然都没想起来 那你说 咱就是 咱都是 咱都一家人啊 你说你见外什么 你怕什么怕呀 于是呢 这孙雪鹅就挺激动的 说你这样 你既然不抹镜子呢 也不要紧啊 你这样 你蛋子里边 你卖的啥东西啊 你卖的什么生活应品啊 什么邻村啊 你挑进来吧 挑进来 咱自己家人 照顾自己家人买卖嘛 你拿出来 给我们瞅一瞅啊 那来万儿呢 一面也听着这事 也高兴嘛 连忙就挑着这袋 就挑进了这院子当中 打开这箱子 是吧 打开这些箱笼呢 也是拖出一小箱子来 从里边呢 就拿出来几件 这手式来 都是什么金银镶嵌的啊 各种各样的猪脑花翠啊 等等这些 不等 是吧 打造的呢 也都是十分的精巧啊 这西门大姐跟这孙雪鹅啊 俩人也是 瞅了一会儿 就问这来万儿 说你这还有什么别的好花翠啊 什么的东西啊 你就 全一股脑的拿出来 我们这好歹 咱自己人嘛 我得照顾你生意 好在我也买你两件 这孙雪鹅呢 这把东西都拿出来之后呢 也是挑了这么一对翠凤 以及一对的柳川金鱼 这大姐呢 便撑出银子来啊 也是这递给她 咱说这个西门大姐买的东西 人当场付钱嘛 但是咱说 那你这孙雪鹅不行 孙雪鹅确实在家里没啥地位 而且呢 我们得说 孙雪鹅是不是有钱呢 其实有钱啊 她这钱 她都攒着 她心里边 她有别的想法 所以说任何的用度花销 她都得要问这吴岳娘报销 于是呢 孙雪鹅这头也是拿了两样东西 就告诉你 说我这一共是啊 欠下你一两二钱的银子 约好她 说你明天早晨再过来来娶 今日呢 大娘也不在家中 和你三娘啊 还有这个笑哥 他们呢 也都往这坟上 给你西门爹去烧纸去了 啊 这来往说 是 这事我也听说了 这我去年来家的时候 就听着人说 说这西门爹死了 大娘呢 这当时这个死了之后 这这也生下了一个哥 是不是这孩子都已经挺大了 孙雪鹅说 是 你大娘呢 如今这孩子也都一岁半了 一岁半的小娃娃啊 这一家大的小小的 都如这掌上明珠一般啊 全都指他过日子呢 对吧 这话啥意思啊 这话说的有道理啊 你西门庆家 吴后 陈经济呢 这个时候 一种什么身份地位啊 已经让人撵出去了嘛 所以说在家里呢 也没人待见他 那唯一能够继承这个子嗣的 或者说能唯一能继承这香火的 是谁啊 就剩下这笑哥了 所以说此时如果说没有笑哥的存在 这一家女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都没有啊 所以说这是中国古代一个非常悲催的事实 就是那个年代 女人在家里边真的是毛线地位都没有啊 一点地位都没有 所以说一家子就指望着这一个小娃娃过活 也是通过孙雪鹅这张口呢 简单的说出了这番道理 那咱说正赶上这说话期间 这来着媳妇啊 这仪仗清就出来了 出来呢 也是斟了盏茶 哎呀 过来给他吃 那来望儿呢 也是接了这茶啊 这个给他也是唱了个诺 是吧 这来望呢 宰着跟前 俩人也是唠嗑 说了会儿话 吩咐说道呢 说这赶名啊 你这个早早的过来 过来呢 也见一下大娘啊 于是过后 这来望儿就挑着自己的小贬带 是吧 也是出了门钟 来到晚上 吴月娘众人这轿子 也都返回家中 孙雪鹅 西门大姐 以及众人丫头等 也都接着 过来呢 给吴月娘磕了头 戴安 来啊 这个戴安这边呢 跟着这个台河的啥的 一起走 也走不动了 这小伙呢 咱说啊 这个天天跑腿啥的 这有时候也懒 因为这个时候 你能想象啊 以前西门府上的大管家嘛 大管家呢 在府中的地位 其实还是要有一些的 这是一路跟随着 西门庆长大的主 所以说呢 他这个时候 也多少有点主子的那种 那种像那种感觉吧 对吧 毕竟家里没男人了 那于是呢 这边戴安 也是雇了批小毛驴儿啊 跟着一起骑行 就打发这些台河的人呢 都到家 过后把人也是打发走了 月娘这边呢 就跟着孙雪娥呀 西门大姐 就讲 说今天啊 如何在这四中 是遇到了庞春梅 这一环节 这原来啊 这庞春梅 现在日子过得好啊 和我们当年想的 那完全不一样 那于是 这嘚不嘚嘚不嘚的 把在四中的这一环节 又重新倒序了一遍 那究竟后文故事如何呢 咱们下回再见 分晓 谢谢大家